路上开车 女司机你要小心 你看她她雨刮在转的时候 她其实是要转弯了 这个是个笑话 但日常上其实不光是女司机 男的也经常会这样 一不小心碰到了 那雨刮就这么刮了一下 那这雨刮杆着刮要不要紧呢 有不有损伤呢 损伤有多大 会不会出问题 今天跟你分享一下 那雨刮杆着刷有什么伤害呢 分好几个点 首先的话 这摩擦力增大了 这个雨刮的磨损 它是会加速的 那雨刮是雨雪天用的 那它是通过这个雨刮上面的 那个胶条 把玻璃上的这个水刮掉 那部分高级点的雨刷 有可能还经过这个 卤素硬化处理 有的呢 表面还涂过这种石墨涂存 什么的这种等等的 来减少摩擦力 刮得更干净 安静 舒服 那一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雨雪天这么刮刮 没问题 因为有水在那边润滑 但我一不小心 这么打一下 甘蔗刷 雨刮和玻璃之间的摩擦力 变得很大 原本啊 就是涂润敷露的这种感觉 现在呢 就拿了把错刀再错指甲了 那这个雨刮消耗就会比较厉害 声音也很不好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雨刮条 有可能它会被刮破 细心一点的朋友 你可能发现啊 这雨刮胶条 它和玻璃接触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窄的 所以我们土化 把它叫做雨刮刀嘛 就很小的一片 那我们正常开车的时候 这么干刷刷一下 玻璃上是有什么灰尘啊 小沙粒啊 小树枝杆啊 等等这种东西的 抓一把上去的时候 万一这个灰尘是金属的 是硬的 很有可能就把橡胶条的 这个小刀口上 留了一个缺口 刮破掉了 那以后我等到下雨的时候 再刮啊 玻璃上面就一条条的 会一丝丝的水质了 因为这里已经刮不掉了 从原来的一把尺子 变成一把锯子了 错刀了 有缺口了 这个也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 那再一个不太看得到的地方呢 就是它这个雨刮要动啊 是要有个马达的 就是电机嘛 它这个阻力增加 会发热 也会影响寿命的 那么雨刮这个电机啊 个头是不大 那提供的动力是不小的 那它基本上峰值啊 可以提供20牛米左右的扭矩 普通自然吸气的车子 也就一两百牛 十分之一的发动机动力了 那么如果雨刮 这个时候刮上去 要么卡住了 要么就是阻力很大 雨刮电机很快就会发热的 厉害的话 烧毁报废的啊 这报废这种事情是比较少啊 但因为摩擦力阻力大了 这个让电机负荷更大 工作升温 折瘦 这个是难免的啊 那前面不是说了这么多 不好的地方吗 好像挺吓人的 我们把它量化一下 我就是不小心 碰了一下 这么干刷刷过去 它能折瘦多少呢 那我也只能去查资料嘛 还好 国家标准是有的 雨刷要经过50万次 刮水测试 才能算是合格产品 其中包括 25万次快速刮水 和25万慢速刮水 加起来50万次 那么这个雨刮电机的寿命是更长 它至少应该是 胶条寿命的三倍以上 那么实验查了几个资料 报告里面这么写的啊 那个橡胶质的这个雨刷胶条啊 在干的玻璃上面的摩擦系数呢 是在1.2左右 如果是在湿润的玻璃上面呢 摩擦系数呢 会下降到0.3 差不多是4倍这个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 干呱呱一次 相当于湿呱呱四次 毛姑姑给你理解一下啊 那么如果一两次操作失误 那对于50万次的石油寿命来说 真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 除非你干呱呱了一整天啊 所以平时哪怕碰到了 不小心来一下 也不要太在意 过去就过去了 正常使用 这里再给你补充一点的呢 就是真正对雨刮有伤害的操作 有哪些 我跟你说啊 首先呢 是这个我们地下停车库起来啊 今天也没下雨 车窗嘛是脏的 上面一层蒙蒙的灰 很多朋友呢 一边喷水一边刮 但你仔细看 有的车型啊 是雨刮先上去刮一道回来 然后再喷水的 不是水喷上去再去刮的 即便是喷它 也不是特别均匀的 有的地方有水 有的地方没水 那像这种情况下 它比你没事情正常开的刮一下 摩擦力会更大 而且车窗上这些灰尘细砂力 会破坏这个雨刷的胶条接触面 就是前面说的那种会刮破的 原来用一两年的雨刮 一两个月就拉丝了 其他地方刮得很清楚 就这么一条难受死 那你换还是不换呢 很痒的 这个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就是早上刚刚出门 满车都是灰尘的时候 你即便喷水去刮 也比干瓜还要凶 那刚才那个还比较容易记住 反正也能理解成是干瓜 对吧 那迷惑性强的 我给你讲一个 雨不大的时候 雨刮刮得很快 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 甚至会超过干瓜 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和水有关系 你水满多的时候刮 起到的是润滑作用 但是水不够多的时候 它反而像浇水一样 产生了粘性 增加了这个摩擦力 然后你刮得快 水又相对偏少 这个时候消耗是特别厉害的 你质量普通一点的雨刷 或者说是没有石墨涂层的 这种雨刷 雨小刮得快的时候 摩擦系数可能会超过三 是普通湿瓜的十倍 那哪怕是经过特殊的 鲁酥硬化处理的这种 或者有石墨涂层的雨刷 也有1到1.5和干瓜差不多 所以说最伤雨刮的操作是 雨小刮得快 干瓜都还要排在它后面的 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吧 今天分享给你 你也可以出去吹吹牛 那说到这个雨刮了 那反正我好好用 也是要用坏的 这个是耗材嘛 对不对 那用完之后 我们换新的怎么换 就有讲究了 一模一样的雨刮 去4S电话100块200块钱 你觉得还好 那其实网上买卖一个雨刮 也就五六十 进口的也就一百多 那自己好像又不会换 那也没有办法 只有去4S电 我做了一个小视频 自己怎么样 去把这个雨刮条换 因为这是小事情 问别人 挂不上脸 那不好意思 自己来查查 也没有什么好资料 我觉得我这个视频 做的还挺实用的 即便你是女生 看的这个视频 一步一步做 都可以顺利的 把自己雨刮换掉 这不光说是好像 把4S电的差价 给省回来了 不用排队 也不用自己大老远的 跑一趟4S电 我觉得挺方便的 如果你想看一下 这个视频 自己也能换雨刮的话 不妨关注一下 我的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直接回复关键词 雨刮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公众号 每天都会给你推送一段 超过60秒的汽车 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 都有 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那想要看看视频 自己怎么换雨刮 如何延长雨刮 寿命 我这个车型对应什么雨刮的尺寸型号 这些东西我都整理好了 手机打开微信 搜索公众号 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 雨刮 就可以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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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